哈喽大家好 那暗黑4的第一賽季已經正式開始了 那相較於一些更新的內容 還有一個部分都是玩暗黑桌機的這個玩家 會比較陌生的 就是他們新增的這個戰鬥通行證的這個系統 那如果你是之前玩過暗黑不久的玩家 這個系統可能相對於你來說 可能會相對熟悉一點 那今天的影片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詳細解說這個戰鬥通行證 到底要怎麼樣去做升級 就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做個分享 以及如何快速升級你的戰鬥通行證 那我的頻道日後也會有很多關於暗黑4的相關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一定要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影片拍得不錯的話 可以點擊超級感謝給我一點鼓勵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那每三個月的一次 都會有來一個新的這個戰鬥的這個通行證 也就是新的賽季 那我們只要點擊的如果是電腦版的話 就是快捷鍵U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頁面 那我們下面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樣的物品 那這些物品的話 其實呢它是可以看就是你的等級升的月高 可以把它全部都給它拿起來 那最高最高最厚的話呢 其實是可以到90級 那其實如果說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有免費的 跟不是免費的 主要的差異呢就是在要花錢 好這個好像廢話 那其實主要的差異就是在送造型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免費的大部分可能就是一些素材 喔像這個灰鏡喔 那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灰鏡的功能是什麼 免費功能灰鏡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就是沒有那麼好看的這個造型 但是也還行啦 那這一次最主要的主題呢 惡意魔星 其實它送的這個造型呢 大概是長這個是頭盔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頭盔的樣子 它的這個馬皮 喔其實也是真的蠻帥的 那如果說是身體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身體在這 喔身體的話 這個惡意魔星的這個身體喔 這次這個第一賽季的這個身體 大概是長這樣 如果你想要購買到 這些項目的這個戰鬥通行證的這個獎勵呢 你就要去購買戰鬥通行證去解鎖 喔那有什麼樣去購買喔 其實你只要進來這邊 這個畫面 你看到應該就可以知道了 那另外一部分是 如果你有預購的話喔 那如果你的要預購是中級版本 跟中級版本的話 喔只要是中高階級的話 都會自動的可以去解鎖到 就是需要付費的這個項目 那每一季的戰鬥通行證 都是需要重新購買的喔 所以等於說你這次買 就只是for這一次的 那如果你下一季 還要再有相關的物品 就可能要再買一次 那你也可以去購買兩集 可以去購買等價 你就不用去解下面這個紅條的任務 直接去升級 那升級的話呢 就是要耗費這個相關的這個白金幣 那我個人是不太推薦啦 會建議大家用升級的就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戰鬥通行證的相關任務好了 總共呢 有1 2 3 4 5 6 7 總共有7個不同的這個章節 裡面都有不同的任務 只要解完這個任務呢 你就可以獲得相關的恩惠 那這個恩惠的話是幹嘛的喔 這個恩惠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有這個紅條嘛 那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戰鬥通行證相關的系統喔 就是你去收集這個裡面的 各個的這個恩惠 然後去解完之後呢 你的戰鬥通行證裡面有 第一張 然後第二張 第三張 你就可以依序把它解起來 那重點我可以看到這邊 雖然第二張第三張第四張 這邊下面還是鎖的 但是這邊有一個喔 很重要的資訊要跟大家分享喔 也就是如何可以快速升級 就是其實呢 你如果說現在雖然是第二張下面還是鎖 但是你還是可以去解第二張跟第三張 還有第四張相關的這個任務 我可以看到我第四張這個收集2E模型 其實這個任務我已經解完了 喔所以如何可以快速的升級呢 就是如果說你覺得稍微先遛覽一下 每個這樣的通行證裡面的第一張的任務 現在有幾個我覺得是超級簡單的 我想拆解普通物品啊 或是有地獄秘藥啊 或是等等解地窖啊 或是可能在第二張 還有一個部分喔 是很簡單的喔 是不是升級物品 傳送平台 或是在衣櫃變功外觀 這些東西的話 雖然是還沒有解鎖 但是你可以把它先解起來 你先解起來呢 其實都還是可以造成你下面這邊 有做到相對應的升級喔 所以如何可以快速升級 就是稍微溜覽一下 這個章節裡面的東西 不要都拘泥一下說 喔我一定要一張一張解 其實你可以跳著解 是沒有問題的喔 但是解完喔 它循訓見解的解 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差異性喔 其實這邊有說 只要完成這裡面9個目標 喔一個章節裡面完成7個目標呢 你就可以算解完第一張 就可以獲得下面這些的相關的獎勵喔 那這獎勵呢 其實就有恩惠 那這些獎勵呢 就會是你解完章節的時候呢 你可能可以獲得到 尤其是這邊有一個大量恩惠嘛 如果說你到這解完的時候 要選擇大量恩惠 其實應該也會造成你升級的速度來的更快 喔所以這個是在這張通勤陣的 這個部分的一個升級 那另外這張通勤陣 其實還有一個部分呢 是可以提升玩家的這個能力值的 是這個賽季的祝福 那賽季的祝福呢 需要喔耗費的呢 就是要這個灰燼喔 就是要悶燃灰燼 然後相關的這個灰燼耗費完之後 你才可以去看 你是要加什麼樣的一個祝福喔 像什麼 提高擊殺怪物或經驗啊 或是提高拆解獲得 稀有材料的機率等等的 你可以透過灰燼 是等於消耗的素材 然後再去做相關的這個提升 你可以看到這邊可能消耗就是一個灰燼嘛 那我現在身上沒有灰燼 灰燼要怎麼獲得呢 灰燼的話其實就是解戰鬥通行證 就可以獲得了喔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你如果說來看一下 這樣的通行證 大概在這邊喔 到8級的時候呢 賽季角色來到40級的時候 欸就可以去解鎖這個灰燼 就會有一個灰燼 那一路往下 53級的時候呢 欸這邊有一個灰燼 也可以去拿 62級這邊有一個灰燼 那一路一路往下的灰燼 我猜這樣子初抓 應該差不多 將近10個吧喔 將近10個的這個灰燼呢 可以讓你去升級相關的祝福 那所以 不一定是每個都可以升滿的喔 所以應該是要大家自己去權衡一下 你該怎麼樣去 提升你的這個祝福的這個條件 那以上呢 大概就是關於 戰鬥通行證的 相關的一個說明喔 那我覺得這個算是 官方也是透過 暗黑不朽去做到一些 相關的調整啦 因為暗黑不朽的這個 戰鬥通行證 跟這個有點像 其實又不太像 就是暗黑不朽的 戰鬥通行證 其實沒有辦法提升的能力 他沒有所謂的賽季祝福 那再來就是 裡面的話其實也沒有所謂的 太多的賽季任務 那個 暗黑不朽的話 蠻簡單的就是 每日任務解一解 你就可以去提升你的這個 這個通行證 但是暗黑4裡面呢 他是會真的有 特別的這個任務 那我個人會覺得 先瀏覽一下這個 每一個商截裡面的 相關的這個任務喔 那看一下哪一個 是比較簡單的 那可以趕快先把它截起來 那你就可以獲得恩惠 那獲得恩惠之後呢 欸那你的這個下面 就可能可以升級來的更快 你更容易可以來到後面 拿到你想要的造型呢 最後來談談到底有沒有 需要買戰鬥通行證好 我個人覺得啦 如果你今天沒有買的話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你有購買 就是拿這些東西物品 白金幣或是這個 所有的這個頭銜 後綴 還有這個相關的這個動作 這個是你有購買的時候 可能可以獲得的 那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武器的相關的 這個造型的這個物品 很可能這個是裝備來自衣櫃 可以存到衣櫃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想要玩的帥一點 那你就買這樣的通行證 那如果說你今天還好 那其實我個人真的覺得 這樣的通行證 其實真的是 只是提升角色的帥感而已 這個其實也蠻帥的 那這都是跟這個角色的造型有關啦 完全跟你的強硬度呢 是沒有很大的關係的 所以到底有沒有需要買 就是我覺得如果你今天 只是想佛系的玩 健健康康快快樂的玩呢 那當然是不用買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玩的帥一點 那你就把它買起來 不買絕對是 不會講到角色的強硬度 那以上大概是關於就是 賽季戰鬥通行證的相關的細節 如果你們有什麼樣的一些問題或建議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討論喔 或是你們對於戰鬥通行證的這個設計 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一起交流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도不說what